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二十九號前往哈爾科夫 慰勞前線官兵 這是俄烏開戰之後 他首度在基輔以外的地方露面 澤倫斯基除了勉勵前線的官兵 也罕見地公開譴責 哈爾科夫地區的安全局長 沒有努力保衛城市 因此宣布將他開除 烏克蘭軍人在戰壕中巡視 前線的盾內刺客 是目前俄烏兩國交火 最猛烈的區域 助手當地的士兵迪米卓 原本是一名英文老師 但現在他最害怕接到停火命令 因為過往的教訓歷歷在目 同樣曾面臨猛烈炮火的第二大臣哈爾科夫二十九號則迎來總統澤倫斯基 這是二月二十四號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以來 他首度在基輔以外的地方露面 澤倫斯基來到前線發放禮物 慰勞當地官兵 也和當地官員討論重建計畫 在訪問完哈爾科夫後 澤倫斯基罕見地宣布開除當地一名高階安全官員 並且批評他只想到自己 儘管澤倫斯基沒有透露這名官員的姓名 但烏克蘭當地媒體報導指出是哈爾科夫地區安全部門主管羅曼杜丁 公視新聞政委員編譯